嗨,大家好,我是熊熊 今天Kyong趕來囉 嗨,大家好,我是Kyong 我們跟明明是明明 我們三個人一起來吃麥當勞 我愛吃 那我們今天呢,就是要來吃麥當勞 然後閒聊來看看就是 日本跟台灣的文化差異 有嗎? 有啊,可能很多啊 就是看連愛的生活完全不一樣 比如說呢 就是每天兩天,就是兩天一畫 然後兩天就少在睡覺 日本人是不是很需要自己的空間 日本人 那像你們如果是日本人的話 一個禮拜大家聯絡一下 每天都可以,聯絡 但是很少很少 就是工作時間的時候很少 真的,不少 我聽說就是一個禮拜見 有十年是很正常的時間 好 我兩... 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一次吧 他電話完全不打 他電話完全不打 他電話 就是日本人 有在打電話 就是 真的很重要自己的事 嗯 我覺得 在台灣我做很多 就是因為台灣人是太陽了 是不是 對,不是說要怪台灣人 就是說這個就是那個文化 比較起來是台灣人 對 對 就是女生會很自然 變得就很自然啊 哈哈哈哈 而且是稍微通一點 對 說的台灣人是好地方 很不隱瞞 很真實 然後是不言不言 不言不言 哈哈哈 一起看一起 沒有吧 就不怕 不然也可以出門啊 不用說就是出門前 可是他好像比較想要 稍微花一種子 可是有些人都會覺得那個吧 去個公司 幹嘛花都很浪費時間 嗯 嗯 現在台灣人是很喜歡的 很喜歡的 啊 日本人也不喜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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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就是 像台灣的話 如果真的有一群吃飯 會說 我朋友不會說 那個是我認識的 就感覺很深 期待一次認識 台灣吃過一次飯 然後聊過天 就感覺就比較上朋友 在日本的話 會有一個單單 對對對 對對對 要創新的阿姨 雙腿盆 需要很長時間 日本人是不是說 我們下次可以吃飯 可是很可能是塔天媽 就是表面的 這只是如果他沒有跟你說 你這件有 就是這種禮貌式的 禮貌式的道別啊 如果有機會的話可以啊 有機會 不是討厭啊 不討厭 不討厭 只是要展現真正的 自己需要一點時間 日本人比較內向 台灣的話 可能就是大家比較好客 不是要特別的說 就是台灣這樣比較好 或日本這樣比較好 只是說就是 因為一些 就是從小被教育的 一些文化的差別 所以多多少少 就會有一些 就是想法上的不同 那不管是哪一個 其實都是一個很棒的文化 對 如果大家就是也有什麼 就是來日本旅遊 然後覺得 就很驚訝 很不可思議的事 或是在台灣去 其實台灣 怎麼會有這樣的文化呢 覺得很驚訝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都是我們 台灣也會驚訝自己的文化 如果喜歡我們今天的影片 不要忘了記得我們按個讚 按訂閱 按鈴鐺 對 然後追蹤我們的 按學區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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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 掰掰 掰掰